好 今天回到台湾 台东有一名高龄90多岁的老妇人 日前往生 不过她生前最大的心愿就是回馈乡里 她的子女也都非常的孝顺 没有忘记母亲的丁宁 子女是特别选在母亲出病当天 捐出了一台130万的消防警备车 完成妈妈助人的愿望 担任机车黑手的林金泽 特别在母亲临前 捐出一辆价值130万元的消防警备车 给陆野消防队 由县长戴维接受 为的就是要议员母亲做善事的遗愿 我们现在来完成一小小的一个心愿 她的爸爸妈妈大零工 捡番薯维生 生活省吃捡用 没有多余的钱让儿女念书 因此她从小开始学习修车 学成之后 她的母亲相当在意 没有办法供儿女好好念书 于是教导 她们日后有能力 一定要好好做善事 帮助他人 选在出遍当天捐车 要让妈妈的心意去救更多的人